再來就是,程式裡面的話,第一個是新增資料 把它寫入到資料庫裡面 那旁邊我們已經建好一個資料庫了 再來的話,新增資料庫點下去 可以把剛剛那一段程式,網路上面那一段程式放在這下面 那這個地方可以傳參數,總共ABC,剛好也是到F 因為剛好六個欄位,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動作要做,第二個動作 這邊 當我按一下click的時候,也是一樣呼叫 這個,然後是到 也是到六,剛好也是六個 然後 再把它copy一下好了 再來做修改,不過修改的地方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有蠻多的細節 就是 到 這個地方是,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所以它會跳到CMD-C的click 然後把剛剛那樣call call的程式把它貼上去 就是 不過特別注意呢,這個地方 有沒有,加1這個地方是第幾列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地方是R 那R的話呢 基本上是在這邊 可是我記得要把它宣告成全域變數 這個很容易錯誤 那我是 前面有講過嘛 這個地方,我把這個關閉一下 這個好像有一個說明 這個好像有一個說明 在,應該是上一個 這還是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R 的列數 如果你沒有把它宣告為全域的話 其他的這個沒辦法去呼叫他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稍微改一下 要把這個R拿來用 那跟其他 因為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本身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把R宣告在最上面的話 其他的方法用不到 所以我必須怎樣 在最上面 所以請你把卷軸放在最上面 這邊 第一行的地方按Enter 然後定一下 DI M 然後R 也就是說把它變成一個痊癒的變數 這個所謂痊癒變數 別人也可以用到這個R